大家好,我是雪梁 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是 僵尸单顿Overseas纵横四海系列 两地时间万表 Overseas这个系列算是僵尸单顿旗下 最年轻、最具有运动风的一个系列 它有许多的复杂功能的版本 其中我手上这个是 2018年最新推出来的两地时间功能 其实它非常符合Overseas这个系列的特色 因为它就是针对旅行于世界各地的旅人所打造 让你不管是旅行在哪里 都可以很容易地掌握当地时间跟家乡时间 那功能的部分我们等一下再看 我们先看一下它设计的细节 那首先它的不锈钢的表壳 它的表圈上它有六个四分之一马尔它十字所构成 非常的阳刚霸气 那另外这个设计也延伸到它的这个表带上 每一个链接都是一个二分之一的这个马尔它十字 那另外它的折叠扣两个拼起来也是一个完整的马尔它十字的设计 而且这一次它在链带上依然延续了Overseas第三代这个快拆式链接的设计 你只要轻轻一按就可以把这个链带就可以把它换下来 那同时每一支表其实多附了这个皮表带跟链带 也就是说一支表它其实都有附了三条表带 让你可以很容易做替换 那它机芯是5100DT机芯 那60小时的动力 两地时间功能 那至于操作上我们稍微示范一下 首先呢它右边有两个按键 一个是主要龙头 两段是第一段它是调教它的这个当地时间的时区快调 因为当你下飞机的时候呢 其实你只要调小时就好了 分钟是不用动的 这是一个时区快调的概念 那拉到最底的部分呢 则是可以调教它的这个家乡时间 也就是这个红色的这个第四根针 那当你在调教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分钟会带着两个小时针 同时在运行 那这个你就可以用来设定 家乡跟当地时间同时做设定 那另外呢你可以看到在九点钟方向呢 这边有一个扇形 这个是AMPM的显示 是跟着红色这一根针走的 为什么呢 因为当你旅游在世界各地的时候 你可以很容易知道当地时间是白天和晚上 可是呢有时候你会忘记 家乡时间现在是AM还是PM 它就坐在这边 所以这个AMPM它其实跟着 家乡时间一起联动 好那再来呢六点钟方向 它有一个日期的这个小表盘 日期指示 那当然它你可以用这个分钟的部分来调 不过呢它的调教会要转很久 因为转一天它才动一格嘛 所以呢在这边特别多做了一个日期式快调的按键 你要先旋开 因为它具有这个防水的功能 按压一下呢 它就可以调到下一个日期 好这是一个非常方便操作的日期显示 好那当然这个调完之后呢 记得再锁回去 它就可以得到防水100米的这个防护 那另外它还有一些细节 比如说像这个白色的款式 你可以看银白色的面盘 它面盘的法丝纹其实处理的还蛮细致的 然后另外它的指针 中央指针的部分跟这个石标 它都有做了夜光功能 即使在一些比较这个光线不明亮的地方呢 它也可以这个非常醒目的 就可以判读它的时间 这两款不锈钢的部分呢 它都是直径都是41毫米 那它的定价是在台币80万 那不锈钢当然就是比较坚固耐用 不过它另外也有提供了一个 更奢华的版本 玫瑰金的款式 银白色的面盘 那一样是这个玫瑰金的这个指针 那它的定价就稍微高一点 是128万台币 那也一样是搭载了这个5100DT机芯 那这边它的自动盘呢 不管是不锈钢呢 或者是玫瑰金它都是搭载22K金的 这个自动盘 那总而言之呢 它是一个功能操作上非常简便的 一个两地时间功能万表 那有许多丰富的款式可以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